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美国方面的三大指数基本上是总体是轻微的上涨 但是幅度也非常之小 只有0.1%至0.3% 那么在其他方面的黄金价格目前稳定在1300以上 目前价格是从1325回撤至1310不近 而油价则继续走弱 昨天继续在46块五毛钱不近 那么我们要说一下的是人民币和美元 目前价格是创出过去一年以来的最高价 人民币对美元一举是突破了6块6毛钱的大关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跟大家着重说一下的就是现在 作为发达国家中最差表现的澳洲指数的未来梦想 以及现在朝鲜导弹所引发的后遗症 那我最近经常被客户问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全世界的股市 咱们就别说欧美了 就连香港 现在是中国的A股都已经上了3300点了 那为什么澳洲股市还是在5700点附近来回的走动呢 那么我们知道澳洲股市一直以来 我们都被称为发达国家里面最差的一个 但之前至少还有一个垫底的陪伴中国的股市 但现在呢 难兄难弟都已经发奋图强了 就剩下澳洲股市自己是在目前的全班成绩垫底 想必澳洲的投资者心里一定是一肚子的祸 那么我虽然是算到了之前这个铁矿石和矿业股 在这个五月以后可能会迎来一上涨 但是也没想到现在呢 澳洲本地的银行出了问题 特别是最大的联邦银行搞出一个洗钱的丑问 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呢 就是现在这个之前啊 是矿业上银行跌 到了四五月份呢 是矿业跌银行反弹 到如今现在矿业股又回来了 这银行股又退后了 这两大行业呢 就像是东北二人传一样啊 你唱完我唱 我唱完你唱 这太搞笑了 是吧 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这个情况比较尴尬 就是呢 铁矿石价格已经达到了五百五十人民币一吨以上 那么按理来说 澳洲的矿业股呢 得到了很强的支撑 但是呢 由于现在这个意外的银行的洗钱丑闻 使得澳洲的银行股纷纷下跌 超过了百分之五以上啊 那原本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如果矿业股呢 对比一个月之前啊 已经返回了百分之十五 即便是银行股啊 跟以前一样价格保持不变 澳洲的股市都能够冲击五千六千六千点大关了啊 所以呢 这一线现在的情况完全就是这个意外事件啊 但是我本人认为呢 由于现在的监管机构 使澳洲自己啊 政府处罚澳洲联邦银行 而澳洲联邦银行呢 又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 那你说家长教育自家的孩子 那完全就不可能是打的是遍体鳞伤啊 最多也就是啊 那么意思的打两下啊 你不像得意志或者是因欧洲的银行 在被美国啊 当时的监管机构罚的是差点破产啊 所以这个效果或者是结果呢 是完全不同了 因此在这样的判断基础之上 我认为即便是现在银行股有暂时的回调 但是其本质没有受到影响 或者说它的盈利情况没有改变啊 所以说未来长期来看的话 只要银行股能够上去 那么澳洲将很有可能会啊 迎来一波走势啊 现在可以说欧美啊亚洲啊 中国都已经上了 只剩下澳大利亚啊 你说矿业现在差吗 没有很差 所以说在我看来 澳洲的股市迟早会有机会的啊 但是还是那句话 咱们买涨不买跌 如果现在你没有进场的话呢 对于澳洲指数来说 上了五千八进第一批 上了六千点之后 再进第二批相对于比较安全 接着第二个话题 就是说到的是这个朝鲜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呢 朝鲜在前天是发射了一枚导弹 那么这个虽然呢 对金融市场没有造成太大的冲击 但是呢 对一个产品啊 就是黄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回头来看啊 现在美国的股市啊 朝鲜发射导弹以后呢 有没有跌 有 但是非常之少 像其他产品像欧洲方面 亚洲方面 像外汇方面 对于朝鲜导弹现在呢 基本上就像狼来了一样 连叫三次以后啊 都不再怎么信任 所以呢 并没有造成实质性影响 但是我们看到黄金价格 却在朝鲜导弹发射以后 是连续的上涨 从一千三直接是涨到了一千三百二十五 那么这个我在我看来呢 就有点反应过度了 或者说 其实庄家也好啊 或者说是这个 咱们说的投机者也好 其实就一直在等着啊 等着一个导弹也行 等着其他事件也行 只要是捣乱的 只要能够让黄金上涨 有理由的 就是好事 所以说 现在黄金的上涨 在我看来啊 根本就不是避险 这完全就是一轮炒作 但是黄金上一千三百 这是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黄金在上了一千三之后 下一档的价格 就是一千三百六十六附近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可以清晰的看到 一千二百九十五冲破以后 现在是一千三 咱们保守一些 那一千三之后呢 再往上看 就是在一千三百六 至一千三百七十附近 这有大约六十美元的空间 可以供我们选择 所以说投资者在中长期 黄金价格只要上了一千三 那么我们未来就可以 长中长期的看着黄金 那么最后呢 投资者今天需要注意的事件 就是澳洲时间晚上十点十五分 美国会出台小飞龙数据 那么在周五的晚上呢 会有大飞龙数据 另外澳洲时间十点三十分的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GDP数据 以及澳洲时间晚上十二点三十分 是每周一次原油储量数据 那么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